我不是在图书馆吗 这哪啊 皇后有旨林玄行为不点 昨即日大陆冷宫 钦此 我这是穿越了 我操 我怎么刚穿越就给这么穿进的福利吗 沈树仪你好大的胆子 常常将军皇帝清风的才人 才冷呼呼撕毁货 这干一太监狗河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不亲眼看到你还想狡辩来人 是财人固守针结 是白领一条 太大 别乱后宫是独角一杯 老子可是刚穿越 还没领略过这世界的风采就要挂了 等一下 女才人 你命不久矣 紫太子 敢读咒本宫 你胸前有个硬疙瘩 每到晚就疼痛难忍难以入眠 我说的对 你 你怎么知道 你放过我 你个旧 本宫的给紫太医都说没得知 就偏年 没错 反正如果我治不好你的 你应该杀我不行 你就给你一次 如果我治不好 我将你剥碎喂狗 还请财人退去外衣 方便奴才医治 脱衣服 你想干什么 娘娘您放心 奴才就是个太监 况且像您这种硬疙瘩 需要推拿才是 好久没有这么顺畅的呼吸过了 财人您现在 只是暂时缓解痕痕 若想痊愈 还需要三次 三次 你本来是在骗我的 若三次之后 您没有痊愈 您一样可以杀了吗 暂时饶你狗命 但那贱人今天必须死 两位妹妹在磨蹭什么 需要本宫亲自动手吗 禮止到 太后有旨 殿北渊 屡犯我龙国边境 沈老将军 陛下军令状 必退来犯之敌 太后甚为 与陛下协商 将 沈才人 晋升为 劫鱼 亲此 谢主隆安 公公 今日之事 可是华后的故事 我这回去 您快交财了 与才人不必满情 没人的铁甲兵 羞辱 他沈家军多年备战 且装备成就 到时候 沈家的力 我就是区区中甲骑兵嘛 轻松破之 你一个小太监 就能够喝了 淡淡的铁甲 没错 就 真是大言不大 如果你做不到 又当无可 随你处置 但是我做到了 好 如果你做到了 杂商被你跪开 点些点儿 一言为定 音乐之后 大军变开吧 好 杂商被你 冲金风 迷之时 钟翠公已经收拾所当了 沈家瑜 请回 小权子 你说你有办法对付重甲骑兵 此话当真 当真 沈家的装备 已经十年没有更换过了 若是能得到新的装备 不说必胜 起码有能力与之一战 为何那么久没有更换装备 如今 整个国库的钱 都对那个丞相把持着 他一直以国库空虚为由 拖着这件事情 绝对不用担心 不过 还请您帮我寻找解药中心 什么东西 你说 山桑 檀木 钢铁 麻绳 这几样东西本宫可以为你寻到 你还要什么 一万大银子 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若想打赢这场仗 便需要这个钱 好 本宫答应 你可不要让本宫失望 鲑鱼 为何不失望 先是被打过的朋友 再被刺完领 无非就是有人想用我来逼我负责 先是为我 会不会什么都不管 我才绝不辜负鲑鱼的信任 在这后宫危机死 原主就是被丢进老公饿死 万一自己假菜的身份曝光 岂不是更惨 要不趁机跑了算了 这位公子 想当点什么呢 公子 掌柜 我不当东西 不过我有个赚钱的法案 需要您来帮我操盘 什么生意 妹妹 你被骗了 这 拿着咱们抵押主宅的钱 大肆囤积木炭 木炭 现在才刚入下 囤积木炭做什么 做什么 你不是这狗东西啊 不是 非将于西勿 捷鱼的花 我同心无叹啊 是因为我这两天夜观星效 发现有一股寒流起来 所以我才 真是 好 好 好了 你们都别闹了 小圣子 你也太让我失望了 还有哥 我累了 你们都先出去吧 结局 虽然 你们相信我 不出三日 这气氛一定会 我吵死你 你听说 哎 哎 哥 你说那小菜姐 拿着沈树与底下组织的钱 全程收工木炭 那沈农飞 真是 是啊娘娘 这秋未至便囤积木炭 想要靠卖木炭赚钱 还为时过早 真是天着我情假 沈家可没几天好日子了 这是下雨了 娘娘莫怕 这雨呀 来得及 去了也快 小圣子 对不起啊 我之前做怪你了 节鱼不必见 看这天气 我们的木炭 是不是可以卖了 不卖 为什么 时机未到 皇后娘娘 宣小圣子觐见 这就是皇后 可真是 小圣子 本宫知道你手里 堆积着大量木炭 想要趁着天气重变 发一笔木炭 不过 只需要本宫下达一道 严禁奸商高价出售木炭的质疑 你还想替沈家挣钱吗 这一步 真是全是豪天 人一起都能拿到手 就不劳烦娘娘下室这么麻烦 奴才不卖也是 雪丁 小圣子以人头担保 到时 这位公子 您真是神人啊 如今木炭的价格 居高不下 如果全部收出的话 我们肯定可以狠狠赚意 给我一块木板和毛笔 来 公子 您是不是写错了 消失的玩意儿 就算五十斤 一只钱了 您就用这个 换咱人木炭 换 何事禀报本宫 启禀娘娘 小圣子 开始卖木炭了 什么 这狗奴才 我说不卖了吗 你笑什么 奴才是笑点小圣子太傻了 他居然用石心消食 换一斤木炭 当真 奴才不敢欺瞒 现在满城躁动 都在寻找到破销石呢 销石换木炭 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奴才以为 咱们可以把木炭 全部都换回来 咱们就可以 大钻一笔了 好主意 这事 就再给你去办 我轻浮 正好有一堆这样的破石头 传你下去 不敢去换木炭 若奴才遵致 这就去办 你果然还是站在皇后那边了 消食换木炭 你可真是好手段 结果你相信我 我肯定站你这边的 你走吧 以后我终吹功 没有小圈子这个人 那我问你 夏季炎热 大家最需要什么 冰 没错 夏季炎热之时 不管是平民百姓 还是达官贵人 都需要冰 那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我会治冰 治 你就别再骗我了 你给我走 以后我哥来了 他会杀了你的 杰鱼 你稍等 我证明给你看 你别看 你又在搞什么鬼 好了 可以 真的是冰 你竟然真的会治冰 如假包坏 我说我没骗你吧 你可以相信我了 可是你就算真的会治冰 你如何呢 目前还要两个月 可再去付组一月就要开拔了 我不希望我如何能走 等不留两个月 天气马上就出现 我们得提前治 还没到酷暑呢 怎么这么热 鬼天气 见天思说了 今年是百年独立的旱年 所以呢气温极浅 什么鬼天气 本宫都要热死了 快去拿冰来 娘娘 宫已经没冰了 冰叫你的冰呢 全被太后取的 太后 还要这么多冰做 什么老奴 不怪你没有什么办法 赶紧给本宫找冰来 要是本宫热死了 定要你们陪葬 娘娘 我听闻中翠宫正在对外卖冰 要不我去买几块回来 本宫都没冰用 他们哪来的冰 听我宫里的小太监说 小悬子会治冰 治冰 理财人怕是听起了谗言吧 这冰乃是天宫之物 岂是凡人能造得了的 那如果他不会治冰 中翠宫哪来那么多冰呢 别废话了 败家中翠宫 本宫要亲自去看看 小悬子 为何只在宫里卖冰 这么卖和你和月 才能赚够打造装备的钱 节鱼别急 我在等金主 金主 王后娘娘驾到 来了 小悬子 这冰是你造的 是奴才造的 请问皇后娘娘 你有什么吩咐 想不到这小太监 还真是个人才 不过可惜 他跟错的人 留不得 小悬子 可否将这治冰之法 告知本宫 不是 小悬子 我们告知吧 继续一个结疑 本宫还在这呢 哪有你说好的份 娘娘 这治冰之法 是结余告诉大家 结余说了 这法子 天金不换 这方法可是摇杰树啊 一旦掌握此法 秦家岂不是更上一层楼 沈妹妹 本宫愿意出五万两白银 可否卖给我 这法子 哀家要了 太后 你怎么来了 皇后能来 哀家就不能来吗 哇 这么年少妇居然是太后 难怪不得皇里都不平 能来能来 太后 臣妾过去需要这法子 还望太后成全 成全你 那谁来成全哀家 太后若是需要兵 这些 每日都会孝敬您的 是啊 太后 您看 这凡事都得有个先来后道 不是 正啊 不对 这狼早就死了 但这一真相 太像了 你这狗奴才 尽量捧念哀家 奴才不敢 您看 不然奴才将这法子 同时卖给二位 您看如何 皇后 你不是要孝敬哀家吗 那哀家的那份银子 你就替哀家出了吧 臣妾遵旨 当时加水 狗太监 见戏能本宫 执病执法 哪有这么简单 娘娘 奴才这里 再给我们一起小学 要不奴才去试试 娘娘娘 成了成了 真的智书兵了 果然是真的 小贤子没让本宫失望啊 恭喜娘娘 贺喜娘娘 得此其法 秦父日后 定能日进斗进 陈公公 此法 太后和沈树云内建议会 我秦家 一定要抢这陷阱 快 替我去秦府传话 让我兄长 不惜一切代价 手扣金城 你周边城市所有兵库 给你也快 诺 小权子你他娘子 真是个天才啊 足足八个月 便赚了足足十万两 这是可惜 他治病的法子 不然 我们还能赚更多的钱 结局不必遗憾 赚钱的方法完好很多 现在当务之急 是解决沈战军装给的 诺权吧 听说你有办法 为主男方的重点 起标 可以将军 简余 请随我来 你们二位就慢慢欣赏 我得去给女才人按摩去 不然呢 我小面 我猜这手法可还好啊 嗯还行 再往下一点哎 在干什么 好 我我们是在治病 这个不 你怎么做过了 那我都说在治病 被贼太症的是 你硬做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你一碰到女人就有血光之灾 皇后娘娘 我们这下谁是在治病 请皇后娘娘明察啊 陛下 你这段是不犯怒 皇后你 皇后娘娘 您若是想杀奴才 何必再搭一个妃子 你不自愿 一起让你死车 不然 皇后娘娘 您觉得 今日你能够再厉死 不然 怎么会呢 我觉得皇后娘娘 今儿也不会杀我 那家还会求我 那我不猜 你到龙手 还说你逃了 娘娘 娘娘 出大事了 何事情慌 前些日子 奴才按照您的吩咐 回亲府传话 您兄长为了大肆收过兵枯 欠下了钱庄 去负贷款 欠就欠了 不是能治病挣钱吗 哎呦 我跟娘娘妹 咱们是不能治病 那可咱们修饰了 修饰呢 你不才把周边的修饰都找变了 您猜怎么的 可都被这个修文化 当地修够了 娘娘 咱们修够了 娘娘 您修饰了 陛下再到 皇上 陈坚 陈坚身体不是 这个小太监说 他会推拿治疗 所以 别错 你太让朕说 皇上 请请继续 请继继继继续 皇上 陈坚 老师小太监 后续斩了 且罢 陛下 你必须相信 这女妹妹 确实身体不适 这小太监 这条手段 确实是得给女人治病了 皇后说是 那便是 陈下讨厌 不是 沈家经浆要开靶 粮草问题 还要你们请家 多多长 陈下放心 哎 皇后此次叫郑来 这所为何事 陛下 陈姐本想叫吕妹妹 一起陪陛下散散心的 但陈姐突感不适 恐怕去不了了 皇后 你身体没事吧 正给你传预议 快给我传预议 就不用劳烦陛下了 陈姐回宫 小气一会儿就行 那这 晚上再去请人公 看我皇后 陈姐 恭候陛下 小璇子 听说你推拿了的 回本宫 回几人宫吧 我 这狗太监 竟然先动本宫 这治病之法是娘娘 你也主动要啊 吴才子不敢信 说吧 想要什么 我想要权力 很公共 进来 可有空于职位啊 回娘娘的话 太后身边 正缺个长势的太监 小璇子 可还满意 是太监 是几品 七品 那不行 那品级太低了 我怎么着 来个四五品 四五品 你可真不知所谓呀 在这宫里 有多少牛马太监 穷极一身 真都到不了七品 陈公公在后宫 静静皆业几十年 如今才刚刚晋升为四品那事 你知足吧 行吧 贪多嚼不烂 一步步来吧 行 那就先谢谢娘娘 提起这 先别提着谢 去到慈宁宫 太后有任何异动 及时下本宫禀放 懂吗 妈的 原来是让我给你当卧底 去你 懂 奴才一定如实相告 你这 便去慈宁宫报到吧 哎 娘娘 您还需要按摩吗 把存放消失的贪固告诉本宫 然后 赶紧跟本宫便宜消失 好嘞 林木之这不是前身在公外的比例吗 林陈就滚滚 小玄子 我没事吧 啊 我没事你你 你干什么呢 我告诉你 我都看见了有什么好藏的 不过是一本诗集而已 你懂什么 这可是赫赫有名的林木之大财子的诗集 自从他消失之后 他的诗集啊在市面上 已经炒到了一千两一本 我操 这么贵 那我要是写一本下册 在印刷后敲锁卖出去 你不是发财啊 这 我实话告诉你 我就是林木之 你可别开玩笑了 不好帮我承认 那的确很聪明 可是聪明和有才华 可是两码子是哦 我本将先向明月 奈何明月 造风渠 这诗是你做的 随口而出吧 罪过罪过 华夏的文豪大佬 小弟借用你们的诗词 装个兵 怎么不过分吧 我本将心向服乐 奈何明月照高渠 好诗 小玄子 你真是太有才了 哎解语 那你说 如果我也写一本诗集 是不是也能卖个成本 买上千两啊 怎么可能啊 人家林木之 可是大财子哎 你 就是一个小太监 哎呀 就算偶尔能做出来 那么一两句好吃 那你也比不过林木之啊 哎呀 没有人会买的啦 那我要是用林木之的名义呢 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问我别人的名字 再说了 林木之它是因为高利贷才输的 你可不要一胡上神 好吧 你等我一下 随便是 哦对了 小玄子 那让我问你 你拿那些箱石说什么 一半给了皇后 一半用来装备神秘弓箭头 你放心 我也想安排 等大军开拔之日 宁令 你要去帮我 牛他用了这些箱石 换了开拔公公走 是吧 牛他想帮娘娘 就可以去这种 你有权利 老子迟早洗在这宫中 小玄子 你真好 对了 那你什么时候去啊 皇后用劲儿就去 站住 你是谁 来实行公做什么呀 我是新来的掌事 你去通报一下 原来是您公公 此几天已经派人通船过了 你直接进去辨识 太后在里面等你的 我问你啊 这太后平时脾气过 有没有什么 特殊的小屁好什么 哎 嗯 你见太后啊 千万有几年退休 太后十年一场 有少人 这个月就上了五个 才五个也不多 一五三十不仁 小的佩服 可是今天是 初三呀 过草 初三 两天杀五个人 谁 太后 是我 小玄子 新来的掌事太年 原来是你这个狗奴才 上次忤逆哀家 竟然还敢来慈宁宫履职 嫌自己命太长 太后 今后小玄子肯定为您 马首是瞻 绝不为您 要是早知道你这贼婆娘喜欢杀人 他死为不来 转个头去 转过来 让哀家好好看看 难不成 这贼婆娘看上我了 想和我对食 太想 想这一步 像什么 像哀家的一步 那太后您以后就可以把奴才当成你 把你当成他 不可 皇后派你来我慈宁宫 是想监视 是 听着 既然来到了我慈宁宫 那便是哀家的奴才 敢吃里扒外的话 可能让你生不如死 没想到这贼婆娘 像是个高手 哀家还没死呢 就想着主导后宫 以为他派来的眼线 哀家看不出来吗 太后这几个人杀人 都是皇后 不错 您放心太后 母才一心向着太后 绝无二心 以后哀家让你传的消息 你无时通传即可 您是想让我向着皇后传达假消息 在这深宫中 还是不要太过聪明 否则命 给哀家捏捏尖尖 有吧 谁 谁 谁在骂本宫 娘娘 也许是天梁的 那老胡彩 天气这么热 哪里梁了 并是沈书与那个贱人在骂本宫 大人就快开拔了 你赶紧给本宫想个拔子 如何在粮草上动手脚 娘娘 老胡彩 快说 胡彩听说昨日给原始团 给原始团出了一位大才子 您说还用 原始 原始 我们有什么关系 陈公公 这招就是绝了 本宫没看错你 使团何时进宫 明日 那你今晚便去送份大礼吧 诺 小玄子 今日陛下在四方殿宴请北渊使团 你陪哀家去一趟吧 北渊 咱们龙国不是要跟他们开战吗 他们重甲骑兵所向披靡 是来嘲讽我们的 这区区北渊 你太自以为是了 这当我龙国无人吗 哦 没看出来你倒是有些血气啊 只可惜了 是个太子 你说要是让你发现我不是个太子 你点什么对不起 哎 走吧 宴会要开始了 嗯 龙国陛下 听闻龙国人才北渠 不如我们鄙视鄙视如何 不知道贵师想鄙视才 移师作罪 我龙国最不缺的就是读书之人 既然贵师有如此养性 这 也有不应之力 贵师 真突然有个想法 不如在此比试上 再多加一个鼓注如何 不什么 三举两胜 若你们输了 北渊 献上战 千区 如果贵国出了呢 你想要什么 就要自沈家出兵的粮草 是 怎么贵国不敢应肚了吗 谁说我龙国不敢 秦天策 这 你必须赢下这场秉诗 贵师天策 好 听好 齐齐马 张长弓 秦瑟琵 八大王 王王在上 当不成价 怎么 对不出了吗 这 这个 哥 大叔快对了 秦天策 这才第一局 你就要让郑和整个大龙国丢了脸面不成了 这龙国真是走向了衰败啊 就连自己引以为耗的一诗作对 都不如我北渊 沈家啊沈家 这一次你们无论如何也得灭绝了 龙国陛下 还有比特技的必要吗 区区北渊 我龙国旗游得你们放肆 参见我 以一个态度 连女人都不如的东西 还敢在殿上大声喧哗 看来这龙国真是无人可用了 紫队是想对应你们仰仗的重甲骑兵 但这区区中甲在我眼里 不过 大放厥词 那你张大耳朵听好了 唯唯人 骑龙衣 师妹王两四小鬼鬼鬼鬼犯鞭 何首 鞭鞭 什么 这 好啊 好得很 最近总有小鬼犯我龙国边境 好一个何首记拿呀 陛下业勤使团 你个太监 为经过允许 谁让来进来的 来人 给我偷出去 罩子三十 皇后要动哀架的人 小璇子为我龙国挽回颜面 你却要照 你是何居心啊 谁见不敢 只是宫中有宫中的规矩 他挽回颜面是对 但擅闯罢便是错 难道太后也要偏袒 小璇子是哀家带来的 何来擅闯你说 陛下 母后 还有史凡再次 要不 咱们还是先比试吧 嗯 贵使 接下来 借为我们的太监 和你比试一番 如何 谁比都无所谓 这一局 就比多诗吧 贵国先 来请母后点题 既然龙国与北渊 以兵认相见 那就以战为题 战于说北渊先 这一局贵国先 小璇子 你可不要让朕吃我 黑云压长 甲光向日 脚身满天青色 赛上烟尘 半卷红席淋漪水 双重五寒 生日期 暴君黄金台上义 提携欲 为君子 怎么回事 这还没比呢 不认出 则是来千五绝大 不是最后两步 暴君黄金台上义 贴贴欲如贵君子 真是起态之急啊 为什么不比 万一比他赢了 再下不财 皇后 似乎龙国赢得比试 你心有不甘呀 没有没有 我只是觉得奇怪吧 母后 皇后母一听下 自然是会为龙国考虑 贵使既然认输了 可千万不要忘了组约 区区千蹄战马 我北渊多的是 文彼文北渊输了 但是希望北渊铁吉 踏入龙国京都之时 能再比一场 狂妄 连比试都需要太前出面 龙国有何可惧 铁甲不过指胡耳 胡 马言不惭 你们龙国如何让我北渊铁击 凤天粉碎 我一起告诉你国主 万个龙国虽远必诛 干气死我了 小玄子这狗东西 每天都是谈的坏事 小玄子不知道您的计划 微薄争光出发也不错了 你今天怎么慌得出话啊 现在不是娘人身边有一只狗 你不知道 何人还刷了本公的眼睛吗 小玄子 他已经是太后的人了 想个法子 别弄他 若若咱们现在杀了他 恐怕什么时候 这真是时光异式容颜谈 太后年正直花旗 风韵得很 你今日的表现不错 没看出来 你还有这样的人才 奴在进宫之前 读过几件书 你可知 为何皇后和皇帝 如此的怕我 奴才不知 因为 这大内密尉的虎符 先帝驾崩前 封了我做皇后 把这大内密尉的虎符交给我 这可是让皇室文封丧的杀手锏 你想要吗 太后您是想让我统领大内密尉 看你的表现吧 哀家是个副导人家 不喜欢打打杀杀 不喜欢打的神神 还那么高兵 哀家练寒冰绝 需要大量的兵 你给哀家的方法很好 只不过 你这把全城的消失都买光了 这哀家光有这方法 没有兵啊 如果太后您需要 我全部奉上 那倒不需要 等我需要的时候会找 下去吧 哎 在这破皇宫啊 真的是如履过冬 我得想办法逃出 然后再取几个老 逍遥快快 哎 起个字的 你要在宫外 死他早就死了 哎女才 你们别杀我 您是想杀皇上 皇上这时候正在皇后宫里就行 您去他那 我要找就是李牧之 你找我干嘛 我们屠龙叫哀家 不管天涯海景 都不能找 说吧 借我们十万两银子 怎么胜能还 难怪原主好好的大才子 非他躲到宫里当太子 原来在外面更危险 啊 陛下是这样 你现在管我 要这个十万两银子 我 是没有 但是 但是我已经有了赚钱 您给我几天时间我连百代理 一块 哎 哎 发育不错呀 中途了 给我查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房间 开门 谁啊 什么事 大内密位 收场资料 开门 我房间没人 你说干什么 大内密位统领许中军 奉领缉拿凶手 本统领问你 有没有看见一个黑衣人 我的房间住 一眼都能望着 哎 大哥 你没看到外面大内密位到处搜你 那脱衣服干什么 哎对啊 我为什么脱衣服 杀了你 你杀什么杀 你现在自身难保你知道 你信不信老子现在把你给扒了 到处搜你 放开我 你 出血了 你的四哥 从哭了 啊 算了算 哎 谁让我这么心底善良 那我就大发慈悲 是的 至少不可 要想衡績的話 就求求丁健衣煙給你解藥 別以為你救了我就可以不用還錢 我告訴你 留著你的小米 等我來找你 大鏈有一輩 看來只有太好能救回來 我他妈怎么这么傻 为了救个女的差点把自己搭进去 我说你这小的 怎么这么不长眼呢 急急忙忙的 我去忙着 你怎么了 走多了 卧槽 可不能被他知道 不然这老狐狸肯定能联想到刺客在我这 哎呦 中什么毒啊 我闹肚子 想不跟你说了 等会儿 小玄呢 我看 我有你妈问题 别耽误我 这小兔崽子 你敢骂咋讲 太后 太后您在吗 谁 是我 小玄子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 刚刚有刺客 我中毒了 求太后救我 大内的火毒 你这家伙怎么惹上大内了 是你的四个胁迫我 让我给他吸毒 不然你杀了我 那你怎么知道 要找我解毒 他说让我去找大内的人要解药 我先想 太后您不就是统领大内吗 您肯定有解药的 你猜错了 哀家没有解药 啊 现在让大内送解药已经来不及了 只有用哀家的寒冰绝 先把你的火毒逼出来 快 把衣服脱了 啊 啊什么啊 再脱下去 连哀家都救不了你了 这衣服脱了 不就暴露我是假太监了吗 那到时候我们还是死路一条 你还在磨蹭什么 你是个太监 连根都没有 还盼哀家占了便宜 快脱 你在干什么 让你脱裤子 啊 不用脱裤子 这难道这个娘们寄磨太久 趁机吃我豆腐 太后 你要不帮我解开 这样方便一些 闭上眼睛 抛开咋念 感受你的七经八卖 是否有一股热流在乱串 有 在什么地方 要想活命的话 就趁早抛开那些肮脏的念头 若不是哀家 看你长得像哀家的故人 哀家才懒得救你 在 想复处 难怪你 原来 是贼 既然也被你发现了 我也没什么好想 这可是杀头的大罪 杀就杀呗 反正我是死鬼子 刚才还普普求哀家救你 这会儿又不怕死了 刚刚我能活了 现在我是必死 我也把他要去 你放心 你是假太监的这个秘密 哀家会致上 你不用这样看哀家 秘密 哀家会替你守的 但是 你要替哀家会守 没问题啊 在宫中行走 把你这玩意儿收好 万一被别人看到了就等死了 我这平时都挺好的 这不是因为采访太美吗 我就别祝福了 你想 你想 走 他他他他我错了 我错了 哀家需要你帮一个忙 在宫中寻找一块通脾漆黑的麒麟玉佩 没有其他线索啊 没有线索啊 哀家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找不到玉佩 你这秘密 你我再定不能找到 哀家乏了 还不快滚 还 哎 陈公公 我不是要人吓人吓死人啊 小卷子 你不是去茅厕了吗 怎么到太后的寝殿来了 你难道 难道什么难道 哦 陈公公 你这大半夜的跑太后寝殿的那口 你偷听了 行了行了行了 我告诉你啊 算可以乱诗 话可不能乱说 咱家是带着皇后的旨意过来 皇后 什么呀 这也不说话 小卷子 你不是想帮沈娘 想说什么 沈家军出征 粮草是由皇后的背后寻家 秦神两家有仇 出了问题 皇上不会责怪秦家 以秦家在朝堂上的权利 和皇上对皇后的宠决 你觉得粮草会不会出征 那你的意思是 毕竟关乎国家大计 皇后心怀天下 肯定会支持沈家 可这粮草会不会出现问题 那就不得而知了 你既然想帮沈家老奴并出 让沈家暗中买他 这样粮草会提前 什么都买草 续合前奏 沈家可以签下百万两的借人 往后就是想要沈家给这个粮草买的保险 你娘娘可没说 我没说 是 行了我知道了 通通小朋友 你会 娘娘的事说 你刚才骂杂下的事情 原来这老猿狗也是个高手 小不惨 什么呢 人中书 只要你一个人敢把沈家 你知以为 沈家不敢杀了你是吗 你杀了我 娘娘招待上谁就是了 我 小玄的 你放心 沈家不会让你死的这么容易 咱们还有这边 大军开拔之日 便是你 冲击大夫 我当然记得 到时候 别忘了跪下 他有我这些 四鸭子嘴硬 明日你便和沈家瑜说说此事 别让沈家等太久了 咱家先回来 我得想办 果然能谁都拿捏我 千下百万借款契约 这谁呢 你没疯啊 千下可确保两扫安全 可就算我沈家军大事归来 这百万借款也还不上啊 所以将军放心 这百万借款 我们不仅不用还 我还会让他们悉数奉上 我们白赚百万 还有此当好事 你们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 我也信你 不过是空中危险 我还想请飞降落 帮我多找几件铁箱铺 找到一些东西 这是什么 娘娘 沈家已经签下戒暖契约了 干得不错呀 梁苍 已经送到沈家了 都安排下去了 这一次 我会遭到那小学子的到了吧 娘娘放心 绝对不会 老奴自来想去也想不通 她如何能扳回这一局 如此甚好 计划继续 由副总管年迈 你是时候 从那位置退下 老奴谢娘娘提携之恩 小玄子 你胆子可真大 还敢来给本宫推拿 就不怕皇后吗 上次 倒是连累你 皇后不过是想要除掉你的同事 顺便也除掉我吧 你不是皇后的人吗 我娘家是做生意的 这段时间和秦家私底下的产业 发生了另一冲突 所以皇后是想除掉你 这次打压吕 吕家已经寸步难行 濒临破产了 赶快给残忍 你们家族是做什么好 木皮 面刷 酿酒 这个时代的酒还没有经过蒸馏 酒精醇的不高 如果我能提炼出高熟度的酒 岂不是可以横扫整个酒 你才认 我有办法帮助女家立了横澜 你真的有办法 当然 如果你真的能帮助女家 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 什么 真言珠宝 房屋店铺 随你跳 那些我都没兴趣 那你想要什么 你个太监 你又不能做内事 难道还想要女人 皇上有什么 我可是皇上的女人 你就不怕被杀头吗 不说 还有谁会是 小心别被皇后召见了 你不怕 本宫胆子可小着呢 那看来女才人是不小的 你若是真能帮助女家 本宫大展一次 又有好法 好 那咱们以言为定 你随后给我一封书信 过几日我去一趟女家 你先好好帮我推背 商务我就给你 林公公 您真的能帮助女家 不过难关 我会酿高纯度的酒 难比共度更正的苦 您说的可当真 爹爹 你别听他瞎说 我女家酿酒多年 也一直没能突破 更何况是颜色 穿过过过的黄布了 女小姐 如若我能做到 又当如 你要是能做到 你让我干什么东西 好 一言为定 带我去染房 好 去染房 爹爹 你说这礼物不能行的 看看油房 破坏啊 这是装作用 美小姐 可别忘了你说过的话 我吕紫青向来说一拨 但你要染不出来 可别怪北小姐把你赶出去 那咱们拭目就带着 老朽 钻研染布技术数十年 一直未能参透 如何染出与共度相当的荒诺 这也真是京城王家的独门绝技 如果林公子能够染出来 这共度 可就不是王家一家都大 爹爹 你不想有办法吧 不能在这儿跟他好时间 爹爹也是看看能否有一线希望 如果我吕家就此衰弱 你姐姐在公中的位置 那就不好啊 说 你指望一个太监 这是染出来了 李老爷 您长眼 我看 这颜色 这个质地 那比共物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真是惊为天人啊 林公公 不知您是如何得知此法的 林子兴小姐 我想问你 若吕家应有这项技术 将来会有此 这我吕家能有此技术 那王家隐隐为傲的贡布 便只能成为历史了 老朽尊严染布数十年 一直未能参透其中道德 林公公 可真是神人啊 林公公大财 是子兴眼拙了 不知吕小姐可否承认贡 当然 林公公公你想要什么 你和你姐姐都这么漂亮 当然想抱得美人归了 啊 本公公暂时还没有想到 不如等我想到了 再告诉我 随时公公 林公公 可否将此法 卖给我吕家 哎 吕老子 说卖就见卖 送给吕家 不过 我还想请吕老子 帮我学习 公公请说 帮我出版一本诗集 何为 出版 呃 就是印刷之后 再卖出去 那倒是没有问题 我们旅家啊 有不少的书房 不过 不是什么书都能够畅销的 不知公公是想要卖 出版 什么书啊 林木之诗集 下册 林木之诗集下册 怎么可能啊 你那猜子 不是早就失踪了吗 林木之 林公公 难道 哎 你们别这么看着我啊 人家堂堂一个大猜子 怎么会建筑当太美 吓死我啊 我以为我 我这样建筑太强了呢 啊 我 不好意思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没关系 我也不是小肚鸡肠子 不过 子清姑娘说 林木之 是你的偶像 他的汁 我都会给你 那我有你偶像的诗集下 你去看看 想想想啊 曾经沧海 难为水 除去无声 无事云 春蚕到死 私放尽 那句成为 泪是干 世间难得 双全法 夫妇如来 夫妻 好诗啊 林公公 这个诗集 能否召给我 吕家出 出版 我可保证 只要已经上市 这个诗集 一定会火爆 这林木之 消失许久了 不知 林大猜子的书 是从哪来的呢 那我告诉你们 你们可不要外出 这林木之啊 其实是我的堂兄 当时他写完这尺诗集 拿给我欣赏 没想到还没等到印刷 他给失踪了 唉 我也是不想着 家作蒙臣啊 所以才找到您 帮我出版这诗集 林公公您放心 这诗集所有营收 除了成本 吕家一分不取 都给你 好 没问题 既然如此 我倒还有个赚钱的办法 想和吕家合作 你说我 还有赚钱的方法 酿制高纯度的白酒 林公公还懂酿酒 略懂一二 那好 我们现在就聚酒堂 唉 辛苦 我还要准备一些东西 过几日再来找 最近一段时间 还是先处理染布和印刷的时间 那也许 紫青小姐 这是染布技术 那我就先告辞了 紫青小姐 还请你一定请 在那个大玩人出来之前 就靠你表面 在那个大玩人出来之前 就靠你表面 在那个大玩人出来之前 就靠你表面 就算是我死 也会找到 我已经说了 我已经有了赚钱的方式 过段时间连每代理都还给你 不 教主说了 你逾期太久 也换一番范范范方式 什么方式 尝命 尝命 欺负在我里面 对我弄 欺负在你迷迪 我还未必 就算你是要得了我 还会有下一段 文章 所以就能 你侵从我的过程 做我屠龙教的卧底四天 我只是一个欺贫的 根本打赞不知道什么 我们可以助力爬上去 原主人书呆子 走着别人 恐怕呀 就让还钱是假 真正利用人做事 人老子到家老子 不过我想要负责权力 就是又 就 干什么 真是跳的 没你 天天带给你 哎 刚跟你打成协议 你们同龙教又这么办事了吗 你不认为我 你们同龙教 是想到 也不怕告诉你 这天下的君主 只有我们世民上的教主 才被执掌 狗皇帝混入 还问你 是啥 谁 小玄子 你在吗 你别说话他没问题 你才是你怎么 家里传话给我了 家里传话给我了 说你不仅提供了超越 步步技术的染步技术 更是把林木质师姐的下策也给了吕家 还有那什么 白酒提纯技术 都是些举手之劳而已 你个小太监 怎么会这么多东西 我倒是很好奇 小玄子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说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我信 我信 行了 不开玩笑了 我来是来报答你呢 诶 我可是今天才刚刚 接触你的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 你不怕现在报答的 没有 我父亲今天已经将公布的事情搞定了 本来陛下也是不同意的 但是太后今天站在女家这边 陛下也不只能同意了 太后 他怎么知道公布的事情 今日父亲去公里上朝 恰巧太后也去见了陛下 朝呢 你说什么 啊 啊没什么女才人 那个我看外边这天色也不晚了 不然你先回去休息吧 小玄子 你不是想要跟本宫顿时吗 本宫这就满足了你 我 好软 这还有个人呢 你不能给别人演活成功吗 呃 女才人我这一个无根之人 怎么能服销售啊 你不是说还有什么呢 那女才人 这这是聪明功 如果说什么事儿 咱俩都得玩玩 怕什么这么晚了 开后早就睡了 女才人别这样 呃 今天但不是时会 改日改日 我去办法你如何 今天就今天吧 夜深人静 刚才烈火的 呃 是爱的 我 那你 我没 donn明件事你快点那边去 怎么这么想你藏女人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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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来的 今儿啊我出了趟宫 可能是宫外的 呃太后您这么晚过来是有什么 明日给皇后带句话 就说哀家在找一样东西 但是不要说具体是什么 奴才聪明 你过来 这家伙竟然连太后都搞定了 这么紧张做什么 哀家还会吃了你不成 你不成功 你不成功 听说 你很会按摩 来给哀家捏点筋 难怪小玄子那么紧张 原来是太后要来 看太后对小玄子的太难道 太后 这力道可不是 嗯 那您还有什么其他的 怎么 嫌哀家在这待的时间长了 呃 没有没有太后您 还是当成自己的醒功都可以 开门 属下不是太后在死 今晚太后还望太后输赠 徐统领 这是你分内的事 停一身 谢太后 这宫中最近似乎不太平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太后 基于有一黑衣人在宫中四处有事 此人轻功了得 属下没能抓住他 艾家知道了 你现在是吧 这里没有刺客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是 总领太后怎会在死 先帝驾崩多年 你说呢 走去别处干干 你干啥了 我 不是 收集里面这条银子 小铁子 叫小铁子 小铁子 小铁子 人呐 查不出这名怎么回事 是是太后 太后她发现了 不会吧 太后刚刚临走前 轮命里打伤了我 奇怪 他为什么不接穿我 他隔那么远都能打伤你 太后的武学造诣至少到了宗师岁 没有想到 一国太后竟是武道高手 这么说来他比你强很多 我在四平五近 距离宗师还有很远的距离 行那边都叫重 哎 你就好好在这休息 太后竟然没接穿你 说明他对你没有吗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抓你的人 你说这跟宗师有什么区别 你好好休息吧 你放心 你睡床上 我去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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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玄子是你啊笑一跳 怎么了又在唱一幕之诗集啊 怎么样 你这几日在曾经供过的如何 哎 也就那样吧 还是没有在中岁宫待着舒服啊 就说你会讲话是吧 我这几日可是听说太后杀了好几个人 怎么样 你没事吧 嗯 你看 我不是好好的 背心啊 解鱼 哦对 梁草送到了吗 我哥哥派人来传话 说梁草已经送到仓库被储存起来了 过几日就会先行与网道运气 梁草运送续剑的运输问题 我得出工一趟 去找飞匠去 什么是压缩女生啊 简单点说 就是将梁草通过特殊方法进行压制 达到方便携带降低运输风险的力 你意思听说这种方法 如何压制 你先派人将这梁草压碎 然后加入蜂蜜 糖浆 油脂和清水 再进行搅拌 最后压成一块块面顶大小的甘粒 风干后面 好 我这就派人去做 那还有 压缩饼干做好之后 务必再添黑这些瓶 咦 为什么要上边 要起风 你按我说的作品是 行 娘娘 太后最近在找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一块黑色的雾 黑玉 这老女人 这黑玉做什么 难道她知道黑玉在本宫这 太后让我传话给皇后 难不成这黑玉和皇后有关系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秘密 本宫知道了 太后还有什么义程吗 没了 很好 小学子 本宫倒是搞不懂你了 你到底是这里边的 奴才当然是站在娘娘里 别跟本宫打马虎眼 奴才站在自己这边 这个答案 本宫很满意 人不为己 天猪地灭嘛 不过 你跟着本宫或是太后 都是明智的选择 但是你帮沈淑仪 那就大错认错了 因为沈家 必须稳 娘娘什么意思 火很大 小心惹火上升了 娘娘 我好了 烧起来了 烧起来了 何是慌慌张张的 沈家囤粮挫的库房烧起来了 什么 库房烧起来了 怎么回事 也许是天灯不照的原因 也或许是 有人不想出征故意为之 这要是在现在 真应该给你们二位搬一个小心而行 这么好的演技不去演戏 真是可惜 什么意思啊 他什么意思啊 我在说 你们的好日子 老胡了 大胆 谁给你这胆子和皇后这么说啊 哎 动火烧凉草 捕捞大军开拔 损害国家力 和任何一条罪都会 放屁 你这一世界已经说了 烧凉草了 分明是沈家 狼子野心 过一步很出张 给自己烧掉凉草 情细可猪啊 好一套说辞 这个大冒就困难了 沈大冰 哎不过啊 我还是建议您二位 好好给你 我呢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动火 明确是 什么麻烦 别动东西 我说这次 我会放到小学那边盗吧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赶紧把尾巴给我处理干净 实情放不透了 就在个位子抖吧 我还不分纸 哎 坤岛皇后哪有弄 如果让他废后倒是有可能 等我把沈淑仪推上去 这以后我在后宫还不横着走 你别过什么呢 哎太后 你让奴才带着画奴才带到 他什么反应 他好像很吃惊 奴才觉得这黑鱼跟他有关系 埃家知道了 你下去了 哎对了太后 沈家的库房 把我 烧就烧了 你又我何干啊 咱良草的库房烧了 良草没了 没啊 这良草不是在秦家放着吗 怎么会在沈家被烧呢 是良草被提前运到沈家 有意思 真有意思 皇后这小丫头啊 跟她爹学的那点算计 全用在这些破事上 太后 您怎么知道是皇后啊 这良草关乎国家大事 他爹秦贵是不会做这么傻的事 也只有这皇后啊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这秦家 早晚会荡送给她手 那太后 您说烧良草 延误军情 这是个什么处 重则抄家 轻则废后 就看这件事 最后怎么定论呢 你似乎 很在意这件事啊 没有 没有没有 哎呃太后奴才 奴才拿着我 拿你滚 来吃点东西 我给你带着吃的 不吃 你明明肚子都叫了 你不吃我 反正我也吃 你就饿着吧 最近宫里 有没有什么新的新的 有用 你不吃 沈家军 要北韩北渊 你知道吗 这已经不算是什么新情报了 他们两嫂被烧了 哦 你说什么 我说沈家军这次出征 所有的两嫂都被烧了 这个倒是你得告诉教授 哎 是不是都没得走啊 哎小玄子你可算是来了 现在潮汤上军事都在谈讨我父亲 怎么办呀 一大早上小胡子叫我起床 我女都大 来小胡子 也节约倒给水 倒什么水呀 都火上眉毛了 你快点帮我想办法呀 小事情 你父亲不会有事的 再说 我一个长世太子 我也上不了潮汤 我只能请太后帮忙 你能让太后帮忙 不试试怎么着 怎么着 你敢骂我 你奶奶的 骂你怎么了 要不就在这太后店 老子都别了你 你什么你 你们这些民主人 八百个新鸣子 天天不知道怎么睡活 又让三天重粮 这些先帝多年 要先离开 把你们做卡路 你的意思是 陛下不如先帝 陛下 臣天无辞义 你为这死 勿见老臣啊 你故意将粮草烧毁 不许昨天出道时间吗 不许北约办事 公教也四处说什么 你恐怕 敏党 行罪 你能养的 老子对这些地十几年 这金帝 别说老婆下来的 老子听不了二级 你打下了江山 好你个三天 不然老子野心啊 哎 罢了 富国 陈将 正在此不想听你们吵架 粮草被烧一事 到底是怎么回的事啊 回你们陛下 除沈家 接手自烧 陈想报给他 陈下 陈 谁不会做这种自败手脚的事 陈下 陈以为 此事存疑 便当先收脚损住过的兵符 带兵部调查清楚 再说证损 陈 故意 第二遍 陈下 陈下 陈神 骑 陈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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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你们呢 不用把哀家 怎么了 一个都聋了 让你们说就说 太后陛下 多次撞着场合 那小太天和我没有说话的份儿呢 小玄子是哀家的人 哀家说他有资格 他就有资格 上次北渊的鄙视 小玄子力压北渊 为我龙国赢得了演变 这今日之事与北渊多少有点关系 常常没讨论有何烦啊 太后说不起 刚刚你说不收交审计所的丁徒 如果说个问题 你能够着吗 说个什么问题 我看真想出问题了 认识 设计 想不接什么 我们秦长的利贷重量 根本就是那么大人的地方处置 人沈家也是利贷重量 我们一样说人家狼子也行 小玄子 关于这件事真想问你 你有什么看法呀 毕竟 我才没什么看法 只不过这粮草被烧 来个后组 秦棍 你个老小子 果然里面挺大搞的鬼 放屁 皇后做 还有证据 你是一见闻人 自然也放出口 陛下 这个小太监 这位位皇后 皇后母一陛下 怎么可能做这个事情 如果这是皇后做的 全建建 全建废后 如果不是皇后所为 这个小太监 这个五位皇后必须得死 全皇后 陛下 就是不想出道 陛下 收回粮草最大的心 还请陛下援援援 陛下 是你援援 还请陛下援援插 祖国 如今粮草已烧 你还是交出兵符 再由兵部 调查清楚此事 大丁开拔的事情吧 且慢陛下 你不再想问皇后娘娘 可否确定 粮草一定会烧 大人都烧毁了 这么大的活 难道还能转家 万一没废 绝对不可能 娘娘为何如此 本宫亲自 亲自什么 娘娘怎么不继续说了 说什么 粮草被沈将烧毁是事实 本宫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小太太 到底是站哪一边的 陛下 昨日非将军 已提前将粮草 不可能 那么多粮草 怎么可能 敲我声气的运走 非将军提前用特殊方法 把粮草压制成干饼 就是为了防止意外 没想到 还真的发生了意外 此事当真 奴才不敢欺瞒陛下 那既然粮草无事 此事就此作罢吧 退烧 陛下 粮草虽然没有被烧 但库房被烧一事 可不可以就这么算了 那依你之见呢 彻查凶手 严惩凶手 请陛下严惩凶手 皇上 如果不严惩凶手 如果不严惩凶手 恐怕是要让人寒了心啊 陛下 派你这些大错 还想陛下 网开一遍 爹 在做什么 我犯什么大错了 我什么也没做呀 陛下 您爱情快快起 只是 还没有定论吧 陛下不能网开一遍 老臣就常跪不起 既然秦爱情求行 皇上不可能不给予 那就 废去皇后之位 叫为贵妃吧 全屏母后坐属 谢太后 谢陛下 什么情况 爹 陛下 你这说什么 为什么后 陛下 太后 可否让老公 爱情的非 非常亲 请爱情随意 所选择 不挨家回宫 诺 不挨家 让我跪下 爹 我犯什么错了呀 什么错 我问你 账上为什么突然多出了一百万两银呢 这是兵啊 不是这个混产东西 再没有什么 看我不打死你 别别别 别别 别别别 爹 别动手 寻死灯口 动手 我来说吧 爹 这一百万两 是我一粮草 做了要求 让沈家 签下借款契约 再通过地下钱庄 把钱洗过后 再汇入情苦的 新家与沈家 对职多年 你是时候 让他们 早下去了吧 贵娘 糊涂 你糊涂啊 爹 我看 是你老糊涂了吧 今天在朝堂之上 不仅不帮我说话 还一口咬定 粮草 是我生毁的 这些好了 连皇后都当不上了 如果不是老夫 恐怕你今天 就不仅仅是被废后 这么简单了 我秦家 都得跟着你完蛋 陛下 早就败在我的局法之下 难道 他还会怪罪于我 太后几年都不信朝堂 今天为何 参与朝堂之事 你是说 太后 又要干正了 以后你做事之前 你得和我商讨一下 否则 秦家 吃草的玩 还有你 混账东西 不学无术 上次的公宗 连最难的对不上 丢弃我 秦家的文位 有个太天的文章 好歹能给你 生个孙子 太神 造孽 我唐唐一国之下 怎么生出你 这么东西 你怎么知道 安一家要救你 这后宫斗贵斗 是历朝历代斗的事 但如果不把国家当回事 涉及到江山设计 我想太后您婆婆做什么 心力驾工前 封你这么个武道高手做法 而且还把大内密位交给 想必是想让您做一把刀 一把悬在所有人头上 果然是聪慧啊 哀家 还更好奇你身世了 我如果说 我来自其他事 我们武道一行 倒是个说法 是踏入破功近戒 并非生到其他事 但这也是传说 没有人能够证实 你连武道门卡都没够到 不可能传远 那有没有可能是 什么其他的机关球传远 这也并非不可能 但是没人能够证实 就算有人说他来自其他时空 也只会被别人当成脑袭文字 好吧 那就当我没错 你说说看吧 他在天地也无妨 算了算了 我不说 我还是伺候他 居审 来你闻 你是人是鬼 陛下 让你去居宿房 敬见 陛下 找我 这是个高手 我把十一步跌在这 小鞋子 你发什么懵呢 挪下参见 哎免了 不必搞那些虚拟 正这次叫你过来 是有事想问我你 陛下想问何事 你进宫一年了 之前一直默默无门 因为得罪了人 被打入了冷宫 怎么突然就能变了个人次 现在还把黄色 后拉下了他 你不简单的 作伏似似乎并不像别人那时候 说吧 你进宫究竟所谓合适 是不是 吐龙教派来的太 陛下 奴才就能够中心同狗 绝无二仙 怎么能是吐龙教的人 奴才是因为在外边 县下赌债 批不得已 才进宫刚才 望陛下明察 你现在 是太后身边的人 奴才只是在 他的奴 那朕 需要你做 朕身边的一把刀 诶 诶 愚钝 愚钝 你聪明得很 这把刀 必须由你来当 什么刀 如今我大龙内忧外患 先帝留下的蛀虫太 朕需要一把刀 是时候 轻轻这些蛀虫了呀 妈 这是想让我去送死 陛下 素素小龙 恐怕做不了龙就不 诶 王公公公 你干什么 小型子是自己人 啊 陛下 臣愿做您的这把刀 很好 这位便是先帝身边的总管 之后就有他协助你创建一支新的士兵 这个朝堂 是时候该洗洗牌了 有这老家伙协助 应该会好很多 我 是奴才尊臣 你先退下 之后有什么事 王总管自会交代你的 我 陛下 他渴了我 王总管 你看他长得像谁 亲帝 没错 他长得 确实跟先帝 十分相似 太后对先帝 一往情深 因为思念 所以才把他留在身边 所以这把刀 非逃不可 陛下胜票 这装婚用这么多年 朝堂上那些朝神呗 也都摸得差不多了 你说 将粮草架成干饼 把转移地了 是那个小太监告诉你他 对啊 还有神秘工 也是小太监的工啊 不得了 这个小太监 可真是神啊 不许如此 他还让我暗中派人 用萧石制作一种东西 说是打仗的时候 有大用 那是什么 后天大军开拔 您便知晓 听说 皇帝让你组建一支新势力 是 皇帝要大动作 终究是翅膀硬了呀 那奴才应该怎么做 照他说的做 哀家会帮助你 组建这股势力 害怕为何要帮我 因为这朝堂啊 是该整顿整顿 你盯着哀家做什么 这皇帝 应该不是您的亲儿子 为什么这么笨 太后您长得这么美 又这么年轻 儿子 不会长得那个样子 你小子 倒是有嘴滑舌 没错 皇帝是宣贵妃的长子 先帝没有利后 炸崩前 立了我为皇后 宣贵妃想不通 自己 这皇帝呀 其实是恨我的 您说我长得像您那位故人 想必就是先帝 这也能猜到 陛下明知道我是你的人 还让我替他做事 应该就是仗人 我长得像你那位故人 你不是什么杀人 还肆无忌惮地让我去尽命 没错 你确实长得像先帝 还想每每看到你的时候 都像是看到了先帝年期的时候 这贼妇人 果然是要对我下手 舒服吗 舒服 就你这定裂 早晚再死在女人身上 太后 你也知道 那我 我不是太监 那你还这样 我很容易误会的 换成别人 我绝对心如磐石 那天晚上 如果我不去你那儿 恐怕你和那个女财人 早发生什么了吧 哦 还有那个女刺客 原来这贼妇那什么都知道 那以后岂不是完全没秘密了 太后 我发生 天地良心 我可是什么都没做 那你留着那女刺客干什么 太后您不是也没杀她 哎呀不喜欢杀人 可是你这个月不是已经杀得好吗 那些都是秦妹娘的狗 不是人 秦妹娘如今被贬为贵妃 肯定会找你麻烦的 你行事要谨慎一些 去大内找许中军 就说哀家让他协助你 从大内挑选一批金锐 诺 诺才搞定 林公公 这是甲乙丙丁 他们各个能力超群 武艺出众 以后啊 不然你做事了 那就多谢许中军 咱们都是为朝廷做事 不用连信 黄中外西处有一处 闲置的宅院 以后你就在那里担工 这是钥匙 多谢 告诉我 留意 这是皇公公公 你怎么总是神厨鬼没 老师 咂将 奉陛下之命 其佈你总结心事 好 ments 好,那從今日起,青龍衛便設立此,情報部,暗影,龍衛以及內閣,情報部負責情報和握頭,無消假,暗影,刺殺,無消,龍衛負責積納抓捕, 不信,而內閣負責審問,接內閣,無消停,記住,你們四人只是我管人,有任何問題必須向我匯報,你們各自招出麾下,但切記,一定要嚴格審查,引擎乾淨,以信的過程,抓屁! 陛下,徐師帝已經所見了,現在正在招募呆碼,很好,小璇子從大隊找了幾人幫忙,不得不同的部門,那四個人是太厚了一點,黃公公,雖然說太厚和正不對,但是,他的心始終是向著大榮國,陛下,是不是對秦桑共通了? 秦桂這個老伯利,以為正昏庸無能,已經對正放鬆了,這次要不是因為良考的事情,或許還可以讓他多得意? 沈黛,可光和小璇子,能行嗎? 這不是還有太后嗎? 老儒是擔心,除去一跳惡拳,就像起來一隻模糊了 黃公公,小璇子他勢力再大,他也是大龍的奴才,也是這身邊的奴才! 經滄海,難為水,除雀乌山,不適云,春蠶到死,絲方盡,大聚成灰,淚是甘,世間安得,雙拳法,不負如來,不負清。 好詩,真是寫得太好了,已經完全超越了上策! 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這不是小璇子做的事嗎? 林璇,林木枝,他們都姓林! 秦明陛下,大軍已集結完畢,建議駐紮城外二十里,隨時準備開馬! 好,此番出真,可有信心! 陛下請看! 這是何物? 神秘宮,此物是專門對付北渊重甲鐵技的,陳一名工匠連夜趕製,建議配備了千人的弩健隊! 就是此物,可以操重甲的! 陳已經試驗過了,大可忘記,而且陳還有大殺氣! 什麼大殺氣? 此物名為炸藥,點燃隱性,即可爆炸,威力十足啊! 好,真!那你快,展示給朕看一下! 陛下,這神秘宮和炸藥都是林公公製造的,不如請林公公給陛下演示演示! 又是這小璇? 真的,快來,快來,給陛下演示演示新武器! 一根破弩和主管,還妄想破掉重甲,簡直吃人說夢! 娘娘說得對,老農和小璇子打過足,他若不能對付重甲騎兵,老農便將他抽筋扒皮! 好,既然是他自己打的毒,那就沒人保得了他了! 哈哈,有如此神物,簡直是天助我大龍,何仇不勝! 攻擊陛下,破崎陛下! 小璇子,當初在和北雲比試時,所說的能破北雲結甲的話,今日一看,果真如此! 小璇子,不但挽回了我龍國顏面,又研製出如此威力巨大的武器,為老骨弓刀當賞! 朕,還正好沒找到合適的理由給你個平行,沒想到這麼快,我就送了這麼錯! 伍候,你覺得小璇子該不會如何上場? 自然是論功行少,依小璇子的風貌,我們的四瓶掌印差不多了! 好,小璇子聽聽,從今往後,以便任青龍衛掌印領四瓶弦,有先斩後奏,皇族之色拳! 奴才,謝國陛下! 青龍衛?皇上什麼時候搞出來的青龍衛?陛下,不可,不可啊! 秦二星,有何一? 陛公公,雖然有功,但還達不到,連什麼三級的第一? 若這樣,有人心喊了 哦?喊了誰的心? 成功我入宮幾十年,財武,小璇子不到一年便晉升四瓶 陛下,真是不功啊! 陛下,不過是七七七巧罢了,老龍不服,你不服,你有什麼資格不服? 你知道我大龍國,做出什麼貢獻了嗎? 你到時候去秦貴妃,幹了不少好,趁沒來找你,你反而帶死一級歪歪! 我怎麼知錯了? 我怎麼告訴你? 這林總統,徐馬總的三平總主當的,沒錯! 要是利用這些武器擊敗了委員鐵甲,那是真大的功勞啊!真大的功勞啊! 能否對付委員鐵甲,還可以可知,現在這段話,未必太早了吧! 秦安行,你這是,要武衣太后? 秦不堪! 你們不要吵了,這樣吧! 小玄子,在領武品拳,站在青龍位的掌印一直! 如果這武器,並不能對付委員的仲甲,再學取他的封勺! 如何? 太后聖明! 好,既然如此,所有人,大龍壯士皆行! 父親,姑哥,你們一定要平安回來啊! 祖伯,雷將軍,朕,在京都等你們凱旋呢! 行了,沒功了! 陛下,如此還有一事? 還有何事啊? 成功之前說,若大軍開拔之日,我還未能找到破北冤重甲鐵劑的辦法,便要將我抽金撥平! 他就想出了辦法呢? 他便跪著給我舔鞋子 陳公公,勸主服輸 陛下,不是說,你能不能? 郑說能,便能! 你小玄子 給我舔鞋子 還不配 他還下罰了,回宮吧 起駕回宮 風向消息 溺水寒 張氏夷 劍羽 劍羽 你們這是跟沈老江湯和菲江湯不信任啊 你放心 他們肯定是凱旋歸來的 你不是要送太后回資金工嗎? 你還來我這做什麼? 我這不是知道劍羽心情不好 特地來安安安的 你現在可厲害了 你現在已經是物品掌印了 再不是我的小玄子了 無策永遠都是你的小玄子 真的嗎? 我發誓 對了 這個是你寫的嗎? 是啊 你就是靈慕汁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 你不相信啊 你真的是靈慕汁 我會打冒犯啊 你這是靈慕汁 怎麼會這樣 真的太好了 我真的好激動啊 對不起 小玄子 小玄子 你這是要做什麼? 劍羽 其實我見的第一眼還是 我就喜歡你 喜歡我 可是你是太健康了 我不是王上家道 快去見我去 啊 啊 臣妾公允陛下 陛下 臉 楊飛 難道這 那 嗯 我就是王上從來打冒 introdu 房間 其實受手囉 是鎮 曾經以後 那中國凱旋 这别测试你们闻过我 你为何躲着 实际父兄刚出生 沉心心虚不宁 怕扫了陛下的兴致 你不知道 所以从 我 从怀里来啊 你全都 从老子刚告白你 你是不是诚心和我作对 爱妃 你别害羞啊 这 陛下 那还是白天了 这就喜欢白天 刚刚小玄子说喜欢我 是真的吗 可她是个太监 我终究是皇上的 那也不可能 有刺客 爱妃 大胆刺客 这一架行刺陛下 哪里逃 爱妃 你屋里怎么有人 皇上定是刺客 和外的那个诗同伙 这些刺客太胆战忘文了 竟敢是宫中行刺 大胆密尾呢 这那大胆密尾 都是吃干饭的吗 陛下 您先消消气 刚刚那个身影 怎么有点眼熟 这 似乎在哪里见我 陛下 刚刚那个人 穿的是宫里的衣服 您看着眼熟 也是正常的 想必 他一定是想混水摸鱼 想混水摸鱼 没那么容易 陛下 贼人情工太好 老奴 我有追到 传令下去 有人穿了宫内的衣服 现在所有人员 进行验查 诺 完了完了 这玄子不会有事吧 站住 燕民正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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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打杀 还能不能废话 立行检查 青龙卫长燕 梁徽 没听说过还堵硬 你不是这个 你不是这个 并是刺痛 就别跟上 啊 没听说过还堵硬 你不是这个 并是刺痛 就别跟上 啊 没听说过还堵硬 你不是这个 就别跟上 把他打我 搞的是陛下钦锋的青龙卫长燕 谁给你们的杆子 却不配合 又逆格杀 小玄 这确实是青龙印的长燕 今日皇帝撤封的 放他进来吧 长一在上 小的越远不识泰山 出伤的长一 还要长一出罪 还要长一出罪 以后见到北长燕 记得绕 东西太好 皇帝突然检查 所有人的身份 都做了什么事 新月太好 我刚刚去那个 中岁宫找史朱仪 没想到皇上也来了 然后就赶紧藏起来了 后来刺客来刺杀皇上 可能我被发现了 你为什么要藏起来 你 来到你 愚蠢 我再去 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她可是当中贴子的女人 别敢来指 那那怎么办啊 大不了 我带她离开皇宫 浪几天啊去 天真 天下之大莫非王府 想带着她走 考虑过沈家呢 你觉得她一定会跟你走 我错了 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没错 所有的男人都想 天坦你吗 不能暴露 这是底线 能让你继续待在宫中 已经是天大莫次了 太后 你要是非要淹了我 还不是把我杀了 不怕死 怕 那与其生不如死的活着 我宁愿死 倒是有点胆子 爱人家 可以再给你自己 这真的 不过 不要恶心思 爱人家能不能奔悦的事情 如果你能够在面对女人的时候 信任职权 爱人家 不放 这怎么办 去 让人打桶水来 来 给爱家宽衣 抛开杂念 若敢有反应 爱家密码别了你 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这么一大美人在我面前 我能没一点反应 白吗 白 想进来一起洗吗 可以 可以吗 你觉得呢 太后 你这根本就不是人事 太真了 这就受不了了 太后你这么美 就算是柳夏慧 还也乱 谁是柳夏慧 她是我们那个世界的历史人物 传闻啊 有女人缝在她怀里 她都能不动无衷 那你就做我们这个世界的柳夏慧吧 我老子就是做不到啊 你可以滚了 啊 是不是还没洗完吗 让你滚就滚 难道让爱家请你出去吗 不用不用 那那能再滚了 这样下去我迟早得憋死 你怎么不肯 怎么办 去找女财人 就这 小玄子 你终于知道来找本宫了 小玄子 你是不是想本宫了 在冷宫的时候 这妞儿不是挺歹的 怎么现在变得像个小猫似的 男人啊 果然还是要强大 才能征服你 杰宇 你说是后宫之中 如果出现假太精 当然是被杀头吧 我就是这么太精 你 你是什么 我是个男人啊 你说真的 你是什么就知道 你 果然是真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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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么粗暴 温柔一些 小玄子 你可真厉害 有多厉害 讨厌 对了 你是怎么混进宫里来的 这不怕被杀头吗 你不是要揭发我吧 你现在可是我的男人 我才省得到你去死呢 以前救世房的一个老太监是我父亲的旧相识 受我父亲恩惠 原来如此啊 那你是为什么要入宫来呢 现在你皮肤债一呗 你是林木枝 你怎么知道 林木枝嵌在消失的消息 动静不行 加上你等我父亲的林木枝施吉四二次 你说林木枝是你堂兄 我可不死 好啊 看在你这么通宇 爹 你疼 你不是的 你要动了第一个就是了 有皇上替你圈腰 你爸那我是怕 谁说我怕 在我的字典里头没有怕这个字 夹一丙丁 不 你又撤查你 你不却 我这么不冲组 即刻逮捕 不用教掌 政界已经在他组上 你亲自去逮捕 我 帅青龙位 是 老爷 老爺,不好了,晃晃晃晃的,乘客听我,脱血再见 是,老爷 老爷,老爷,不好了,你都自成林权的林姑姑,要得清了位,来寻查吧 林姑姑,清了不费,你都不早说 林姑姑,大晚上啊,你是要做什么 有人举报李大人瘫痠了,人家也起来 这也是三米十双手,其实你一个无品掌印,不都能送的吗,你有事怕令吗 你,狂妄小儿 给我搜,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不,我看你这个东西 敢有鼓挠者,杀无赦 你这权益的亲人被抓捕,在他府上送出了很多章物和信件证 他,可怕要完了 对,这里不去会不会,他要是个亲人的王,你得快闭进嘴巴 陛下,这是要对付咱们情价的 这些年,狼蝶都在装饰 你赶紧把一些灰色下也吹掉 鞭子,你抓住把鞭子,在这就去 李侍郎要说自尽了 大人昨晚属下审了一夜,他一句话没说,今早发现,自尽了 看来又比死,还让他更恐惧的事 他不死,他全家上下是这事 陛下最终,到底要我做什么 朝堂,几乎到了丞相秦贵,一言堂的地步 你说呢 可如今线索已经断了 亲家交涉多年,总有弱点 你还是自找自可怎么入手吧 亲家私下在做生意 从这方面入手,兴许会挖掘出一些线索 小贾,现在马上去查,亲家有哪些产业 是,王大人 这可真是个好 有了他以后我不得横着走 谁 你怎么又来的啊 你现在已经取得了狗皇帝的信任,教主需要知道,关于朝堂的重要情况 皇上就是让我去送命而已 对,皇上想对付丞相,这算重要情报吗? 算 我说你们屠龙教,到底实力如何? 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坐上青龙位长映这个位置吗? 因为太后呗 太后,是屠龙教的 什么? 我也是这次回到教中才知道的 这也就能说得通,为什么上次太后只伤我,没有杀我 小贤呐 大公 你敢不想 敢乌鲁咋想? 哎,是你自己把脸凑过来丢人的 关我的屁事,最还提醒 大家今日一定要让碎尸万断 万不复事 你这就算了 我打不过他 有那么容易吗 死透了 你这是什么武器 火冲 这武器威力这么大 竟然连半部宗师都能杀掉 这威力堪比宗师啊 你没啥宗师 太后不就是宗师吗 那自己以后不就可以不用受到他的控制 宗师感知力惊人 你没有办法偷袭到他的 那还是不行 我还是得做一把更厉害 哎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画师傅 这是个宝贝 你给我一想 不能 怎么那么小气啊 那那你帮我 你说 皇上不是让我调查成像 但我没限制 去百花楼 那里是网络天才消息的地方 只要你有钱 或者有才股 就能打听到任务 为你们得有才股 因为那的花楼 喜欢才股 只有他 哇 怎么样小事啊 不错吧 哎 大人 我们都是派的呀 哪个亲户 你想什么呢 那当然是自财情报啊 哎 紫妍姑娘 紫妍姑娘出来了 这就是花魁 看声道的确不错 声东也挺好 结果这不谁闹着呢 紫妍姑娘 你上回出的对子 本公子 我思夺是终于想到 张公子说说看 那便是 烟索 池塘柳 灯铺 露铺 不愧是京东四大财者之一的 张无忌 居然对出来了 他你可是理不上手 刘子太华不足为奇 你也 紫妍姑娘 现在是否可以跟本公子 走走走 张公子 此对限时三日 论时辰 逆境过了期限 恕紫妍不能作陪 你 张公子无声气 紫妍还有一对 若你能对出 紫妍可以予以共度七个日夜 甚至是百花楼 都可以给你 此话当真 紫妍一言九鼎 那么 紫妍姑娘请说 此对 不仅是对张公子 在场所有人 甚至整个农国 若有人能对出 连都会达成约定 各位 这是一个夏莲 请听好了 三才天地人 哈哈哈哈 这还不简单 这便是 三光日月星 这就变出来了 不愧是上书大人之子 这文才 我觉得 四大才之首 非常无忌不可 张公子 紫妍出的是夏莲 夏莲 小 少年 小 那需要本公子好好想想 这后面根本没法接持 你什么呢 难 太难了 这有何难啊 我来对 连本公子都对不出来 就凭 你 那是什么呀 大小公子 张公子都对不出来 他又不能对不出来 我张三跟他像 四师风雅宋 简直是一派谱 风雅宋 岂能成为四师 你难道不知道这一样 还能达你 我的小眼 厉害呀 四师风雅宋 三才天地人 这 这才能绝对呀 这位公子敢问 真心话呢 在下我才 林慕芝 林慕芝 他就是天上第一大财的林慕芝 人外林慕芝 是几小时候收拾的 原来 你就是 两大男的 他就是 他就是 小孩 请两大男的 请上位去 林公子尝尝 这可是新东湖包的老白金 一百两一户呢 这味道 这是吕家有厂的新品 一经上市变造风墙 一百两一户是出厂价 实际上已经吵到五百万一户了 好酒 这是好酒啊 别了 你就按照我的方法去生产这些 设备已经送到我 不过切记这种酒 不要大量生产 控制好产 价格上 没问题 这款机会 老白金 林公子 啊 你在想什么呢 那么出山 没有我在想这酒这么好 是谁造成 这人也太明了 据说 是公民的一位公公 提供给李家的法子 是吗 那这位公公可真是神人 紫妍还是更钦佩林公子 紫妍姑娘也是窑窕疏 公子 梁晨美景 都在让紫妍 便衣舞一群 好啊 好啊 尖家苍苍 白鹿为霜 所谓一人 在水地方 素回从之 到此且长 素由从之 晚在水中 这位公子 公子大财 出口成章 紫妍姑娘 听说这百花楼 卖休息 原来 林公子是来打探消息的 对 你想知道什么 秦家 丞相秦贵的秦家 嗯 你可知 这百花楼梦筑的老板是谁 谁 秦家 卧槽 这一马也行 紫妍姑娘刚刚不是说 我谁对出上连 便拔着百花楼梦筑的 没错 因为昨日秦宗 秦宗 秦宗百花楼划清了自己 从今天开始 几年 秦宗百花楼 唯一的 如此巨大的情报 为何要划清 听说丽布侍郎 李不秦的事了吗 嗯 听说丽 丽布侍郎是成相的男生 这么多年 替秦桑提拔 在前两日 所以秦家现在 是在和手下的产业 划清界限 洗白自己 嗯 替秦宗百花楼 跟秦家有关 官员的账物 可以告诉你 不过林公子 想要就是 盲目 他都是不服用的美国 干什么 这大才子的身份 这么好用的吗 看来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 女孩都喜欢偶像啊 能和紫妍姑娘这样的 大美女工作生肖是林某 子言姑娘可以給我們單了 林公子真無情 昨天晚上不差叫人家寶貝的嗎 怎麼今天就變成子言姑娘 多謝子言姑娘 昨天晚上就太孫暴了 讓我現在 啊改日改日 哎 爸你昨晚啊 想什麼呢 我就是個太天 昨天也無謂是吟詩作述 走吧回去 大叔 小姐 小姐 你不上書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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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你不上書之詞 是 是 我 我爹 可是堂堂的禮部尚書二的大元 在這京都 老子就是天 小姐 禮部尚書之詞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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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那你還等什麼呢 上 你完了 你完了 你死定了 打著你爹的名號 囂張跋扈 你爹知道關你屁事 我爹要是知道你打我 並會將你碎屍萬斷 好 你現在就派人將你爹起 我正好要見你 還等什麼 快把我爹進來 敢打我張是天的兒子 活得不耐白了 別 就是他打我 你可知道在龍國 唯一毆打他人是何罪名 不知 擠壓半年 那就勞煩大人 讓您兒子控官擠壓半年 豬子 你真不知道你家聽水主啊 青龍為掌印林玄 拜見尚書大人 青龍為林玄 哈哈哈哈 一個屈屈的掌印 你完了 爹 你打錯人了你應該打他 你可穿貨 快給林公公啊磕頭認錯 爹你可是二天大人 岂不是怕他不吵 是嗎就是他抓的 林大人 小的有眼不住 是林大人高才貴少 那就請二位隨我去 林公公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是什麼意思 喝喝茶而已 難不成 要讓我親自上座的氣 這不麻煩林公公你請吧 太太 張大人 我這有個名單 您想看嗎 您還有什麼想說的 陛下想要對付丞相 可眼下各部門 這都是丞相的人 青龍為 雖然由陛下做靠山 想要搬倒丞相 也是難於登天呢 我不願意勾心斗角 那樣太拔了 但凡有問題的 你們就不怕朝堂混亂嗎 不敢 就憑你們青龍為這點人 還是殺不過去 這就顧勞您操心了 您只需要告訴 五名單是 青龍為了張雪天 代表清楚 皇帝 這是小魚死吧 爹 朝中大部分都是您的門生 公外 咱們有空子商會 皇帝 只要不傻 不敢弄咱們的 孫家軍已經回到邊境了 一旦和北人交戰 便是吃酒餐 到時候 時機便成熟 入行萬歲萬歲萬歲 萬萬歲 累了 那你處理的產業都處理好了嗎 全都處理乾淨了 把百花樓組成還有用 百花樓昨日也已經處理了 你個百家玩家 在這網路天下情報的地方 你給老子處理 別啦 別啦 是你讓我把不乾淨的產業都處理了 這怎麼能怪我呢 完了 畢竟鬧的動靜很小 都算大了 不是才死了一個事了 你不是還抓了李不尚書嗎 那就是請當個父母去喝喝茶 有什麼阻礙嗎 說得太大 不好辦 再大的樹也有根 連根拔起 有什麼困難 跟挨著說 太后 您是同中教的人 你覺得是不是 不想過這個 你似乎 沒接受住考驗哦 這這我妹妹太好了 這是小二老子 你斷死絕孫了他呀 這響元跟拔起 何起呢 弄不好 還得把自己搭進去 我得把乾隆衛的人 全都抓去 這樣關鍵時候才能補免 可以 拿著這封圖紙去京都 找最好的鐵匠庫 批量聖山出來 要快 錢都要你回來 我分配的事情怎麼樣 為党一 主見實在 小灰色 手術 把不冷暖廠面 劃心了 現在剩下一些明面上的 分色採影了一些 原本是誰 黃八家 地下廠廠三家 電龍丁 是 他們才 愛 有潸什麼東西 勇斯眼 是在倫國 不動了 過去 倫國 光源�珍響的 光源的 直取出 所以 秦家有很多 贴极 秦家可真是手眼听天啊 我想要爬上去 只有将你这棵大树砍的 小贾 立刻去搜集秦家走私店的证据 然后派人卧底到地下钱庄 找出藏匿私心上的 小饼把这名单上的人轻轻抓回来 派人啊 发了发了发了 我们的白酒刚刚一上市就赚了财银一万两 还是万两 哎呦财人爷来了快点慢快点慢 有兴看茶 没有啊这件商业不错吧 旗帜不错那是相当好啊 我们的白酒啊刚上市那就赚了一万两 我们的市集赚了两万两 还有购物还不缺了三点 光定金就是三十万两 哎 这个吃鞋的两半两一定是你的 还有其余的十五万五千两都是你的 哎 吃鞋的两万两我们 其余的我拿不了那么多 你只需要再给我发发的 做我从十万一 这钱你必须的 没有你我们旅家就完了 还有现在啊 好吧 你怎么了 天 我难受了 老公血不足 您公公还会看病 月之一二子鲜姑娘身的虚 导致颅内公血不足 这样才有无心晕的症 哎呦我 子青这边是 鱼哥这是几类药 你按照药方去抓一遍 你身上有女人的香味啊 去哪去一方问了我呀 您公公 你知道我身份啊 在这京都 这没有我不知道的消息 我不信 你可真无情 人家身子都给你了 你居然不信我 除非你告诉我 秦家走私严的事 积调法对我没用 是吗 你可真无情 那这样有任何 讨厌 上次天太黑 没看清楚 要不今天再来一次 你可是太监 太监怎么能拿翻女爱呢 你对我十分无力 你害怕我将你的身份 公之于众 你说呢 林大太子 你可真的太小巧思 子言既然许身于你 特别认定你就是我的男人 我又怎么可能做出 出卖自己男人的事情呢 这女人真让我不讨厌 那你连告诉我 秦家是如何走私严 走私到哪里 可以 但除非 你为我作一首诗 好 云响一场花响 春风伏剑 路法 若非群遇山头剑 会想苗尺 会想 云响一场 我想 生风伏剑 路法 龙 我有这么累吗 这首诗 就是这种要是 那让子言为你揚身吧 别急 你先告诉我 怎么我会给你一封信 你看完就知道了 我 居然借走私严之士和北渊勾结 秦贵 这是想篡权呢 王公公 此事是否立刻即便陛下 你随我一起 信念圣 闻着 这是秦贵 咱们异国之相 竟然勾结外敌 这一心可出啊 陛下 恐怕北渊 频频挑衅了农国 秦贵 开心真正的低手 他想干什么 想向正确而代之吗 陛下 奴才有个大胆的猜想 说 如果北渊在边境作乱 真是丞相途 逼迫沈家渝复中 那么现在的京都 大部分都是丞相 能有他想做什么 等到秦贵 想逼宫 就还有大力命位 有御连军他敢 御连军统领 是他的 好啊 好得很啊 只要是重要职务 和秦贵有关的 统统给这杀了 王总管 不用再乘证 这心意已全 陛下 那奴才就放手足做了 以后 你消去奴金 不用再提成奴才了 谢陛下 你去当警政工 把秦贵费给这绑了 当人质 是 这陈公公 死哪里去了 找遍整个后宫 借着你 难道 逃出宫去了 呃 秦贵费 逃出宫去 林玄 那做什么 做官 我现在已消去奴迹 不是 这来了 是受陛下之命 你 给我滚出去 不要你看 还是什么 你要做什么 玉琴快帮我放了 要是让我爹知道的话 肯定会帮我你的 爹 你爹都自杀难往 我爹怎么了 你帮我爹怎么了 喝泡 什么的 不可能是第二个 快来请问呗 说什么 说什么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不要浪费时间了 这么好的皮囊啊 我不得好好省住了 你放开我 放开你一个太监 这么你帮我托帮 有个怎样 我是不能 但是我们青龙位 如果他们死之前能够想用一下贵 哦 钱 你是不是死 我只 不是 我有你 不是 当初如果我没有消失的话 我是不是早就已经死了 哎人 把这女人压想到了 别 你别我乖的代劳 你要手手手吧 我都是我 那你就说说钱家死 你们钱家造反成定局 如果你现在招供 我还可以请 来人 起伏后员过紧 余玄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这是丞相谷 你小饼在在我 你别给我杀 是 后员 走 哎 你留下来 等我爹上床回来 知道你带人善罪 哥 他们怎么知道东西在哭枪 爹 这可怎么办 陷下手为枪 得不了了 北渊派来那批高手在哪 叫城外五十里的一出寺庙 好 接闻此时 御林军换庞 我会派腾领张同退后 你让北渊的杀手前 军皇帝的去处 是 是 毛花这么久了 未养到一切都提前了 没办法 自好顺势而为 记住 自语成功 这是我秦家唯一的机会 儿子 定不如使命 他来想留下一命 现在看来不用了 林军 陈在 明日 你们带人 去抢了请家 这有攻击之罪 已经为我大罗过做出过贡献 你们让我是一晚安稳教 小玄子 今晚宫中恐怕不太平了 你要做好准备 王公公的意思是 秦家 有可能会提前动手 难不成他秦桂 还敢直接死杀皇帝 你咋夹对他的了解 很有可能 不行我得去找沈素仪 如果今晚真有情况 他就危险了 小玄子 你怎么来了 我看了解 不行 你不能在这里 皇上今晚要下他就追高 没有 皇上刚才派人来传话 书记 不行 你不能失去 为什么 其实我真的还是 我愿意做什么 可是 您是个太监呀 我不是太监 我是个假太监 假的 真的 你又是真的了 太监是假的 有根是真的 那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当时竟是王老太监 是我父亲的旧相识 所以就没搁 哎呀 那你就更不能待在这里了 上次就是因为你 皇上下令 要侦查空中所有人 这次要是被他发现了 你在这里 人们知道了你的身份 那你就完了 你快点走 对 跟我说什么 可是 我已经入了后分了 没关系 只要你愿意 我就有办法 有朝一日 再也离开这个鬼地 那我的父兄怎么办 神殿上下几十口人怎么办 有时究竟不能在一起 你想让你今晚就有事情 我心中斗角你知道吗 小玄子 你喜欢我 可是 可是又是被陛下发现 我已经 快飞 等正等级了吧 正来了 哇 我都来了 你快点藏起来 妈 是巨球的名字 吃着早上女儿玩 再被 烟射一碗 不如我们回房歇息 啊 皇上 我在背诗呢 暂时还不想歇息 背诗 想让人看看背的什么群 凝固这只诗底下 并知道是 中国有名的才子 派贝若是信仰他 今天派人把他给叫 在镇 还没关职 让他在一堂毒师 起不妙子 还以为这些是忠 没想到在女人面前 你死 派贝 这是怎么了 还害羞呢 啊 哈哈哈哈 刺客 为什么每次 下重参攻 就有刺客 呀 不皇帝 拿你来 就刺客 拿来你买盒子 你 小玄子 你怎么开车 那就这 简余小鲜 小玄子 你在做什么 射他们 射他们呀 我来 小玄子 你在干什么 赶紧就劲啊 你是小玄子 我 啊 啊 啊 人等小小 竟敢在我龙骨 荒锅作祟 还不施手就勤 留你们拆尸 我可要束手就勤 那是你们吧 贵 你个乱臣贼子 竟敢弑君 陛下 真用之冷 人人得耳督使 臣子是孙英天党 真凭你这几个杀手 真是异想天开 外面还有 五仙玉林军 最偏你这个前大人管 你再高的修为 又能如何 想跑 想跑 你觉得你能不能跑得了 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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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狗太精 把木槿要求你碎尸万段 带我城地 外城十三城 都是你们不愿的 外国求仁的老 我怎么管 下来给我下来 我管 什么都说 都在何时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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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兵 你搞你哪人 小兵 你們都也瞎了 這這受傷了快傳太醫 我我你我瞎了你 主義 對不起 是要殺狗房地的主義 我也救 救救 你們還愣著幹什麼 還不快把這些四個碰碰殺了 你敢打朕 為什麼這麼說 我不是 反了你了 沈家父子現在還在邊境保家衛國 這親手家沈老山群的女兒退日送死 你不是人嗎 朕是天子 沈秀義是為了救朕而亡的 就算沈天父子知道 也會理解朕的 余玄你 帶了你今天 這是朕的女人林玄 你怎麼搞得像 朕殺了你的女人似的 再說了 你這時今日的權利 他們都是朕給你的 小兵 殺 殺的他 殺 殺朕 他們都是龍國的奴才 你讓奴才殺主子 你 你們 你們想幹什麼 這就是天子是皇帝 殺了殺了他 小兵掌印的位置就要給你來坐呀 因為他還是跟這個皇哥 來吧 請問你這就請你 我看三家皇上 我皇慢睡慢睡 八二十歲 什麼狗屁皇上 先救人啊 想要我救他 只要你答應我當了這個皇帝 我不請給你救他 還聽他讓他 後 來 我已經封鎖了他去 但是 但是要想活命還在哀他 表秉 送沈潔瑜 為此民工 走 還好 還在找幹什麼 還不快 上門 你想問什麼 你問 謝謝 他已經盡了我看 再說 他兩個都 甚至是你 我 欠欠費和節約可以 一定給他消息 你是他的血脈 受防衛 本就應該你來坐 這說我是先帝啊 先帝難尋的時候 和一個花魁有過一段邪惡 而你就是花魁所賞 所以你是我長期 確實有體分深思 所以我也是你的妻子 對吧 你也會像控制趙無敬一樣控制 當初先帝去世前 因為沒有子嗣 所以才將宗室裡 無父無母的趙無敬 你選出來當皇帝 這些年 哀家 也只不過是替你守著這皇位罷了 這是大內命為了 從今以後 大內由你控制 哀家 也是時候該潛心修煉了 可我根本不想當什麼 我只想帶著閃爐 離開草堂浪跡天涯 你知道嗎 那你可以帶著一具屍體去 你咋可以笑啊 我不可一日無君 你就不怕我作為皇位 反過頭來背負你嗎 哀家的修為 已更上一頭了 揮手便可破甲三千 這皇帝不當就當我了 這才對嘛 如今這朝堂混亂 屠龍教也開始起立 你知皇帝不好報 這是什麼手段 毀失滅絕 別弄得了 隨哀家去刺激功 你先回去吧 等他醒過來 我讓他去青龍會找你 我不回去 我在這兒守著 你在那兒守著 挨家怎麼休息 等一下 我可以不走了 好好整理整理心情 三日後便準備登機 趙無極去世 就不用招告天下了 就說 他把皇位善讓給你了 師父 你還要讓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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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讓我去 我 爹死了 這是不意外的嗎 您是你的親家叫我 陛下呢 而且陛下 我便死了 我便死了 你剛死了 你下也死了 你笑 我誰都這個皇帝 你 你個太監 你還想做皇帝 我什麼是太監 你是誰 我是個男人 定情 我是先帝的兒子 这个皇位本来就是我的 我是皇上 我爹是皇上 我不要是带子 我是皇上 我是皇上 树鱼你醒了 太后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太好了 你终于可以做我的女人了 不是 我已经不想再加车是龙大人了 我也不行 那你愿意跟我去当紧的 不是 太后不是让你登机吗 登什么机登机 谁也当谁当 咱们还是生孩子去吧 讨厌 谁要跟你生孩子 我走啊 她玩的女人 谁啊 他们以后会在她们一起 想不到你竟然到处留情 不追 就算能天涯海角 也要给安晓追回来 方便 不刀也得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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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